大選的辯論時間敲定由副手們先上場 12月26號第一場辯論之後才安排總統候選人對戰 而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王如璇 將會在20號開始集訓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建仁 也是勤跑行程練習口條來積極備戰 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陳建仁 每到造勢場合就立刻被團團包圍 怎麼和民眾溝通他得習慣 因為大選辯論副手先上場 如何炒熱氣氛TEMPO已經很會抓 陳建仁把自己當聯考生認真投入 黨部也密集特訓 讓陳建仁更熟悉政策 至於怎麼表現不加雕琢 呈現大人歌最原始的面貌就好 為了加速小額目款腳步 民進黨推小豬回娘家活動 還將在20號晚間搭配第一場大型造勢晚會 選在桃園隨後回防新北 象徵選戰正式開打 目前我們的募款狀況還不如預期還差7000萬 所以我現在呼籲我們更多的支持者可以小核捐款 其實真的不容易耶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王如玄宜 宜蘭探視詩親兒體驗攀岩 也說20號開始未辯論集訓 外界預料他的軍宅爭議將會成為對手主要攻擊重點 但國民黨評估陳建仁如果針對軍宅議題猛攻 將會有損暖男形象 因此陳建仁的策略還有待觀察 郵件TV 羅健旺 陳運斌 陳亞瑜 綜合報導